上回讲到吴佩福奠请孙中山 武庭芳 李列军等人北上 共议国事 此时孙中山先生正在广西预备对北方用兵 屡次奠令陈炯明筹响 谁知陈炯明此时已经暗地里跟吴佩福联系 不但不肯遵命 而且可扣军饷和军火 并散布流言 唯恐北伐军不败 孙中山先生虽然念他以前的功劳 不忍严惩 但为了革命前途起见 不得不将他停职 所以在4月21日那天 护法政府下令 罢免了陈炯明广东省长以及粤军总司令的本兼各职 广东省长一职由武庭芳继任 并将粤军总司令这个职务裁撤 陈炯明接到这个命令之后 便带领本部军队 连夜开到惠州驻扎 自己躲到香港去了 第二天 中山先生和许崇志 胡汉民等人回到广州 跟武庭芳说起这件事 也是叹息不已 陈炯明离开以后 广州的治安并没有什么变化 再加上中山先生自己回来之后呢 布置了一番 就更稳定了 有人跟孙先生说 陈炯明的军队并没有完全解决 恐怕他们会联络北方军阀作乱 需要从根本上铲除才好 中山先生向来是忠厚待人的 听了这话便说 陈静存虽然根性恶劣 但绝不致作反噬之事 况且他部下中有不少明里的人 岂有异动 又和武庭芳 廖仲凯等人商议说 内部的事情虽多 北伐却万不可终止 我抑郁即令李协和率师公干 你们以为如何 说我要派李列军去进攻江西怎么样 廖仲凯说 总统日夜忧勤 无非为着护法 想解除北方人民被军阀压迫的痛苦 北伐不成功 护法的目的不能贯彻 北方的人民不能解除痛苦 总统的计划自然是非常重要的 武庭芳也赞成 孙中山大喜便下令李列军进攻江西 同时又派许崇志 梁洪凯两军同时出发攻击赣男 许梁奉令当即立兵莫马纷纷出动 赣男的守备很弱 挡不住北伐军的精锐 一见到北伐军的旗号便纷纷溃散 因此许梁二人兵不选任 便得了龙南前南两个县 略为不止就继续推进 此时陈炯明的部队也陆续由广西返回广东 到了广州以后便向护法政府提出要求 一是要求恢复陈炯明的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两个职务 请他回来 二是罢免胡汉民 钟山先生见了这两项要求 想起陈炯明以前的功劳 也觉得惋惜 便又令陈炯明办理两广军务 两广地方的军队都允许他节制调遣 像孙总统这样仁慈宽大 如果换个人不知道要如何的感激 谁知陈炯明跟吴佩孚建立联系以后 竟然忘了革命的天职 不但不肯就职 反而暗地指使部将 叶菊等人 通电请孙总统下野 同时派兵围攻总统府 占领行政机关 并派兵进驻韶关 截断北伐军的退路 孙总统本是个宽厚 仁慈的人 一心一意要革命救国 对其他事情不怎么放在心上 最近接连得到报告说 北伐军的黄大伟占领崇义 许崇志占领信封南康赣州 李列军占领大鱼 十分高兴 因为初时没有多久 江西已经大半掌握在护法政府手中 不能没有统侠的官吏 便下令任命谢远涵为江西省长 徐元高为政务厅长 后来又接到报告 说北方政府所派的原干总司令蔡成勋 虽然于6月13日到达南昌 却和陈光远不和 清亚非常激烈 陈光远愤而辞职 北方政府已经下令废除江西督军 以蔡成勋截至江西全省军队 江西省长杨庆云是陈光远的人 也跟着离任了 北方政府为了向护法政府示好 也没有委派别人接替 竟然就让护法政府任命的谢远涵 接任江西省长 刚好这时候 吴佩孚邀请中山先生北上的电报也到了 中山先生见了吴佩孚的电报 复之一笑并未答复 只是催促北发军赶紧前进 想不到6月15日的晚上10点钟 中山先生正在批阅公文 忽然接到一个军官的电话报告 说今夜阅军将有所举动 请总统赶紧离开总统府 中山先生不信 继续批阅公文 又过了两个钟头 秘书林芝勉匆匆进来 向中山先生行了一个礼 急急忙忙的说 报告总统 今夜消息很不好 请总统赶快离开公府 暂时避一避 中山先生等他说完 很从容的说 请你先说明白 怎样一个不好消息 林芝勉说 据确实的报告 岳军定在今夜动手 围攻总统府 请总统赶快躲避 中山先生微笑着说 陈静存即便险恶 也绝不知做出这种灭伦反常的事情 况且其部下又都是我 久共患难的同志 就算陈静存确有此心 他们也未见得肯助纣为虐 你听到的恐怕是些谣言吧 正说着 参军林树威也惊慌失色的走了进来 中山先生正要询问 林树威已经开口说 请总统赶紧离开公府 粤军要来围攻了 中山先生说 你们不必惊疑 这必是不逞之徒在那里造谣 朱军万一信以为实 反而使粤军生疑 倒是击成事变了 林芝勉说 粤军素来不讲道理 总统绝不可以常理夺之 如果国有不利于总统时 总统将怎样办呢 中山先生凯然说 广州的警卫军 我已全部调赴捎官 即此便可见 我没有一点一记彼等之心 就是他们要不利于我 又何必出此下策 就敢明目张胆 谋判作乱 以兵力加我 则其罪等于灭伦反常 乱臣贼子 人人得而诛之 何况我身当其冲 岂可不仲职守 临时退缩 屈服于暴力之下 一笑中外 侮辱民国 倾弃我人民托付的重任吗 我在今日 唯有为国除暴 讨平叛乱 以正国典 生死成败 非所济也 林芝勉等人 见先生十分坚决 也不敢硬劝 只得叹息而退 这时候天色已晚 中山先生便退入卧室 就寝 谁知刚睡下 各处接连不断打电话 来报告这件事 请先生速速离开总统府 中山先生神态镇定 并不在意 到了两点多钟 又有一个粤军军官 偷偷跑出来报告 说 粤军各营 吹势已闭 约定两点钟出发 并备好现金二十万 作为谋害总统的赏金 而且约定事成之后 准各营士兵 大放假三日 这个大放假 其实就是 大抢劫的委婉说法 粤军是要以大抢三天 作为袭击孙先生的报酬 孙中山听了这话 还不肯十分相信 忽然一声 很尖利的号声传来 接着到处都吹起号来 不一会儿 号声由模糊 而逐渐清晰 这才确认 粤军已经动手了 中山先生 于是传令卫队 准备防御 那位粤军的军官 也告辞而去 这时候就到了三点多了 林芝勉 林树威等人 又来苦劝中山先生 暂时离开总统府 中山先生历声说 竟存果敢谋逆作乱 则堪乱平逆 是我的责任 岂可胆小未必 放弃职守 万一力不从心 亦唯有一死殉国 以谢国民 怎说暂毙的话 林芝勉等人再三相劝 孙中山先生执意不从 林树威见他如此坚决 知道劝也没用 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上前挽住中山先生的胳膊 就要强行架他出去 大伙一看 有林树威带头 便一拥而上 七手八脚 把中山先生四面扶住 架出了总统府 中山先生挣扎不拖 只得随他们走了 这时候 路上已经布满了 阅军的港哨 见了中山先生一行人 便上前盘问 幸亏林芝勉口才很好 混过去了 走到财政厅门前 粤军大队人马已经到来 众人便混在粤军队伍之中 一同行走 粤军还以为是自己人 并没起疑心 等到了永汉马路出口 这才脱险 然后走到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 海军总司令温树德 听说中山先生到了 又惊又喜 惊的是粤军确实已经动手 喜的是总统逃离湖口 于是急忙迎接到里面 谈了几句 温树德说 此地无险可守 万一叛军大队攻击 必又发生危险 不如到楚域舰上 召集各舰长 商讨一个讨贼的计划 中山先生同意了 便和他一同来到楚域号军舰上 召集各舰长 商议平逆之策 各舰长义愤填膺 誓死拥护 到了第三天 有人从总统府逃出 向中山先生报告越军的残暴 中山先生问50多个卫士的情况 那人说 卫队在观音山月秀楼附近 对抗了三四个钟头 叛军冲锋十多次 都被卫队打退 死伤的人数估计在三四百以上 后来因为子弹打光了 才被叛军缴械 还有守卫总统府的警卫团 和叛军抵抗了十多个钟头 后来也是因为子弹打光了 全都被缴械 缴械以后 叛军又用机关枪扫射 卫队全都被害了 中山先生长叹不已 那人又说 叛军起初用宿舍炮轰击总统府 后来怕总统还在月秀楼 又用煤油烧断通往总统府的桥 以防总统逃走 沿路埋伏的叛军更多 专等总统的汽车出来 然后他们就接机 后来始终没见总统出府 还仔细搜查了一回 中山先生点点头 挥手让他退下了 那个人走后 外交总长武厅芳和卫数司令魏邦平来见 两人进来后便上一讨平叛逆的事情 中山先生令魏邦平将所部集中在大沙头 侧应海军进攻陆上的叛军 恢复广州防地 魏邦平领命而去 中山先生又对武庭芳说 今天我必须带领舰队讨平叛军 否则中外人士必要笑我没有堪乱之方 而且不止我行踪所在 更亦使革命这时涣散 假如畏惧暴力 折服黄浦 不禁讨贼之手 土味个人避难苟安之计 将怎样小视天下呢 武庭芳听了非常佩服 立即初舰登陆 通知各国驻岳领事 严守中立 中山先生这边当即统帅 永峰 永祥 楚御 豫章 同安 广玉 宝碧各舰出动 由黄浦经过车歪炮台 开到白俄潭 下令各舰对大沙头 白云山 沙河 观音山 五层楼 等处的越军发炮 越军因为没有防御攻势 不能抵抗 死伤了六七百人 纷纷溃散 然后舰队延长堤向东前进 不料魏邦平所率的陆军 未能如期侧应 越军又组织攻击 发炮抵抗 中山先生知道叛乱 不能马上平定 只得暂时率领舰队 回到黄浦 上了第二次进脚的办法 陈九明见海军拥护孙中山 知道不收买海军便无法消灭 于是便运动海军中立 但是因为海军正在激愤的时候 一时陈九明的这种运动 也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于是他就挥军进入广州城内 履行大放假的承诺 烧杀抢掠 中山先生在军舰上 听到这些消息 更加伤感 但是因为陆军力量薄弱 于是就写信给前敌的李列军 许崇志 朱培德 黄大伟 梁洪凯等人 叫他们迅速回越平乱 自己又从楚玉号军舰 移到永丰舰办公 此时各处响应孙先生的军队很多 在黄浦一带的 有徐树荣 李天德 李安邦等 所率领的一千多人 中山先生正计划 攻取鱼珠牛山的炮台 作为扫灭叛军的准备 忽然有人进来报告说 武总长庭方逝世了 中山先生不觉吃了一惊 手里的笔都掉到地上 流着泪向左右说 本月十四日 廖仲凯因赴陈久明惠州之约 不想背扣石龙 生死未卜 已使我十分伤感 现在武总长呼气民众托付的重任 先我而逝 岂不可伤 海军将士听了也十分悲愤 发誓讨贼 并全体写下誓约 加入中华革命党 表示服从总统始终不渝 这时候 越军运动海军也在积极进行 海军中有些军官 已经渐渐有不稳定的迹象了 也有人来向孙中山先生说 我们官长和叛军定立条约 是不是已经得到总统的许可 中山先生不好明说 又不愿意追问 只是微微点头 因为这时候如果一追问 或者明说自己不同意 双方立刻就会决裂 海军士兵们怀疑温司令 想对中山先生下手 于是便要拒绝司令回见 中山先生得知以后再三调解 才把事情平息了 其实这时候的海陆军 有明显从溺的 有态度暧昧主张中立的 不过都还在酝酿之中 并未成为事实 所以中山先生保持镇静 以至诚示人 大义感人 以其众人感动 不被叛军利用 陈久明此时是在暗中操纵 指示叛军的行动 并没有公开露面 但是舆论上已经把他骂得非常厉害 陈久明没办法 只得派中皇可 带了自己的亲笔信 到永丰舰上觐见总统 恳求和解 信中说 大总统军舰 国事至此痛信何疾 迥虽下也 万难辞救 自十六日奉到军域 而省便已坐 晚就无疾已 连日交死苦虑 不得其道而行 唯念十年患难相从 此心未敢丝毫有负军坐 不图兵丙现已解除 而事变之来 仍急一身 处境至此 一云苦矣 现为恳请开示意图 彼得遵行 恕北征军队 免治乡枪 保全人道 以朝天和 国难方音 此后图报 为日正常也 专此急请军安 陈久明静起 六月二十九日晚 钟山先生读了这封信 也没说什么 刚好魏邦平来见 于是就把这封信交给他看 魏邦平把信看了一遍说 看他这封信 也还说得很恳切 或许有些诚意 不知总统可准调解 钟山先生正色说 当初宋王的时候 陆秀夫恐皇帝受辱 甚至父之投水而死 魏同志 今日之事 不可让先烈专美于前 我虽财书 也不敢不以文天祥自免 宋代之王尚有文天祥 陆秀夫 明代之王也有史可法 如民国王的时候 没有文天祥 陆秀夫这样的人 怎能对得住 为民国而死的无数同志 做将来国民的楷模 既自污民国十一年来 庄严灿烂的历史 又自负三十年来 笑死民国的初心 还成什么话 魏邦平见钟山先生 说的义正词言 也不由得肃然起敬 那么钟山先生 是如何平定这次叛乱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